这教练也是 他就只能是超级残阵 他才会打 顺子 要不然就绝对碾压阵容 他会指教 炸弹 手里给你两个王牌 你也不会有效运用 对三 要不起 你二的牌打得一盆好了呀 要不然说不能围绕这个米德主打呢 打得能不能强硬一点 别跟对方一接触 然后你就这离了歪斜的 打得没有一点王者奉范呢 天天就是东倒西外 这两队看有点什么感觉呢 卡尔克人是真正的季后赛球队 一支远征军 那费城球人呢 就好像是广场舞周围 整出来的一支队伍 哎呀 哈登不满了 就是怒说某几 感觉这球队跑动不积极 现在格里芬连垃圾时间都不打了 这完全是战略上储备 更衣是领导 回来了恩比德 王者归来 看来恩比德这问题不大呀 你这打得也太毒了 恩比德呀 即便说我哈登手感不佳 中距离投篮打铁 篮下起码还有篮板呢 带着一点恩比德 你掩护能不能积极一点 恩比德我发现 他现在这个心态 还跟谁比较像 跟当年哈登是一模一样 给哈登然后上前掩护队 中部掩护党拆恩比德 打得跟卡佩拉似的 打对就这么打 哎呀 十字球是讲今天这个哈登吧 怎么感觉不太对头呢 恩比德作为一个五号位啊 才抢了四个篮板球 哈登抢都比你多 一打就赛就是伤 打了拉了就是伤群复发 伤并快成了恩比德的护身符了 都已经 包括之前圆区打卡尔克人 也是说啊 我现在有伤 这是现在第一轮 第一场比赛 出战成疑 结果上了吗 上了这种伤群 他就一直打 就能0比4刀刀 对方横手 没打明白 有伤 你在场上打的 你得像一个有伤的样子 你现在不像有伤 哈登的这个单打 打配合 这要是有伤的话 你这球权得让手 你看吧 这恩比德 这就是大中坊 每次突然就坐地 塔顿武挑战 美德 飘上自己欧洲户 哎呦我天 又是被塔顿武给拿捏了 哎呦 抢劫 这一下又是被塔顿武抢劫 你昂啊 这是你昂啊 真是要成长为一个重型前场嘛 效仿 X28克力 自己臀部发力 状态节奏来了 继续给哈登队 单挡掩护 对 中间区 就是哈登和恩比德的主宰 还是没有 今天这哈登真是手感 哎呦我天 哎呦我天 这一下惨的 这真是 门牙都会有可能给踩碎啊 因为恩比德多重的分量 而且刚才恩比德又起跳了 正好踩到各位脑 这要一般人啊 一般人的脑子都踩变形了 起跳之后 这真是有点马踏飞样这种感觉 哎呦恩比德 被夹成馅饼了 塔顿武要打了 你看这打得多稳 你看不看到关键时刻 中距离这翻身 各个技巧展现的 堪称MBA 翻身后仰的教科署 哈登远射 总算来了哈登 看塔顿武啊 关键时刻 三分远射 你看没看到 我之前讲啥了 这是真正剧情 非诚就说人家比赛看着 太让人闹血了 这教练也是 他就只能是超级残阵 他才会打 顺子 要不然就绝对碾压阵容 他会指教 炸弹 手里给你两个王牌 你也不会有效运用 对三 要不起 你二的牌打得一盆好了呀 吹成这块 对那老大恩比德没站出来 原本分叉就缩下了到四分了 塔顿武站出来 予以回应了 恩比德消失了 也是铁血两分上进了 没用啊 问你怎么想啊 在费城这个客场 今天这么打这么好呢 休息十足吗 我这个长孔赛期间 平时那会儿过于劳累 上一场比赛 放过过多 但是这没有想到 对我来讲是一种好事 恩比德呀 当打真的MP呀 但是孔赛期间 你得看输赢呢 光靠荣誉支撑不行啊 光靠荣誉支撑 你直接颁奖给张老师得了 真正的MP靠什么决定啊 靠比赛 好因为我相比就恩比德呢 到底谁更偶秀的话 答案自在人们的心理 嗯